周深说,家里的金毛比自己都高,还扑自己,哈哈,在《时光音乐会2》胡夏专场中,田真老师演唱了《给我的快乐》。演唱完以后,胡夏分享了自己小狗的故事,然后周深说,以前爸爸养过一条金毛,胡夏说金毛很大的,周深深表同意,说,站起来比我都高,真的是无语了。 然后一边学金毛扑向他的动作,一边说,他扑我,自己还要对狗狗说,你扑矮一点,笑坏了一种嘉宾,胡海泉更是说,你应该给狗狗说,你半蹲,哈哈哈哈,太有梗了,想想那画面,一只大大的金毛,摇着尾巴,站起来排起两只前爪,热情地扑向周深,哎呀,越想越搞笑,哈哈哈哈,其实,我就想知道, 周深有没有被狗狗扑倒,哈哈,视频由娱乐叨叨到不停,和周深宿地制作上传,其他账号均为盗窃,最后,周深无奈地说,这个话题就不聊了,简直笑不活了,分享个自己的故事,都能逗乐一群人,不愧是周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